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蛇会哭吗 对啊 刚才那个不是蛇 对啊 不知道蛇有没有来玩 我们的后面还是山脉 前面是中央山脉 它整个就被包在这个栋骨里面 整天接受到的一些阳光啊 都非常的丰富 土都是黏土 所以这里的土质非常适合稻米生长 想要做有机其实是为了人 因为其实那时候常常看到那个 长辈们喷农药 所以常常拿去打灯 但刚开始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一起做 是由我跟一位另外一个年轻的伙伴 大家知道我们不是农友 可是如果我们也都能做 那为什么大家不行 然后是社区居民看我们在做的时候 他就会来指导 在指导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引发他们 对于这块田的热心跟想象 那我觉得做有机田这件事 是去找回大家心里面 对那个美好环境的那个喜欢 小猪耶 母猪带小猪啊 嘿 有小猪的脚印啊 哇 应该是全家来了 全家福 全家的山猪啊 那块田的将近量 自由 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覺得很有趣 它的意思是說 青蛙的眼睛就像珍珠一樣的閃亮 有一個男生心儀一位女生 所以他把青蛙的眼睛 當作珍珠項鍊送給這個女生 那要有多少的青蛙 才會有那個像珍珠一樣的眼睛 我就問老人家他們 他們就說 有啊 以前我們的田裡滿滿的都是 那為什麼現在沒有了 然後他們就自己講了 哎呀 因為我們現在都用農藥 所以青蛙都死光了 透過在唱這個歌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自己去感受到說 原來這環境是可以變好的 這個地方之前沒有做有趣的時候 什麼動物都沒來 做有趣之後 酸三甲 紫蟹蒙 還有那個白皮心 加上猴子 還有那個山豬 山腔 山羊都會來 看到現在看到動物很高興 瓷心在推友善農業或是家有機的時候 瓷心其實有一個叫理想的一個目標 它其實透過所謂的人跟土地的關係能夠不只是我生產出的作物是有機的 應該是我生產的作物是健康 我對環境是友善的 我對人是互相信人的 要怎麼樣讓他們又能夠恢復再度信心 覺得有機或友善的產業 這件事情是可能的 技術導入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那時候會引介東風十歲農場 以他們的經驗還有他們的產銷系統 讓在地居民看到 真的有人是透過這一套方法 而做出一個很成功的模範 但是當越來越重視用藥 然後增加產量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對那些動物視而不見 甚至很多動物也因此而受影響 那當用綠色保育來推動的時候 他們就重新去看待說 原來這一些曾經在他們手上保留下來 但是也漸漸消失的物種 也因此可以再重新繁衍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那我也相信 因為大家齊心努力 可以讓他們的環境 這些生物多樣性物種 可以存在得更美好 Pikachu ocean 雪 博 血 蝴蝶 腿 hip